也是一个万民的守护者 只要有人跟他祷告 只要有人跟他祈求 那他就非常灵验 好那因为马祖这样呢 到因为户国又名嘛 所以这个历代这个君王呢 也对这个马祖有很多很多的加封 其实到这个清光 清光 清道光的时候 道光的年间的时候 他就被禁封为这个天上圣母 那他的父亲呢 跟母亲呢 也因为有这个天上圣母的辟邑呢 他们也被封为什么 这个激庆宫跟激庆夫人 而且呢 在每年这个圣母的祭拜的时候呢 这个激庆宫呢 跟激庆夫人呢 也得以哦 怎么样 先受世人的朝拜 然后呢 世人朝拜完这个激庆宫跟激庆夫人之后 然后就去拜这个天上圣母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说 一个人他可以为众生付出 相对他的这样的德气 也会去拼音到他的父母亲 所以人家就有一句话啦 那小姐里面就说 什么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所作所为 让我们的父母亲 也可以余有容颜 相信各位同学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我们多用一点心 好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二三篇的 孝子扣里有孝儿的 二十三之七哦 二十三之七呢 一样蔡老师来捏一次 各位同学来跟着老师来捏一次 好 修道士 新大孝 一报恩 二了愿 杜米子 建功端 一纸臣 选主瞻 好 这个比较困难一点点 蔡老师用简单的话 再把它捏一次 好不好 好 再来一次哦 二十三之七 修道士 新大孝 一报恩 二了愿 杜米子 建功端 一纸臣 选主瞻 这个很简单 就要告诉我们说 一个曾经有在修习 自身本性的人 他都知道要行这个大孝 他也知道要多余人 结这个善缘 为什么 因为呢 他有跟人结善缘 有作于 而有益这个社会国家的大事 这样呢 可以怎么样 间接地去回馈 报答他的父母亲 就像我们刚前面所说的 立身行道 杨米以后是 遗险父母 就是这样子 所以若是我们能够这样子做 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也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对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个宏愿 什么宏愿 就是帮助这个社会国家 能够稳定 能够发展 所以好 就像我们的这个 要是我们真的能够做的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父母亲 可以接受我们的这个荣耀 对不对 就像孔老夫子一样 孔老夫子他得起 拼命到他后代的几十代的子孙 就像我们后代现在在祭孔的时候 都有一个主祭官 那在前几年我们都还会再邀请 他孔老夫子第77代的子孙 就是孔德成先生 你看到第77代了 我们还是很尊敬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尊敬孔老夫子 对不对 就是你看我们要是做的好 我们累世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子孙 也会受到我们的批印 也会得到这样的被别人的尊重 好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呢 要是做的好 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父母亲 能够得 得怎么样 得以有这样的荣耀在身上 我们再看这个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我们都说他是真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才说了 听到圣母的父亲跟母亲 被彻封为基督宫跟基督夫人 对不对 好 那耶稣的母亲配圣母了什么 圣母 对不对叫圣母玛利亚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五月的时候呢 同时也是圣母月 所以你看一个孩子的成就 可以把这样的成就 也批印到他的母亲身上 所以亲爱的同学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 好好的再重整一下 我们本身自己的一个 想要做的事情 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我们先思考一下 我做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光耀到我的父母亲 或是说 会不会让我的父母亲 觉得很难过 或是颜面尽失这样子 你看耶稣基督 他的妈妈人家就叫他圣母 对不对 所以多好 可是呢 相对的哦 假如你是一个很懒斗的人 人家叫你懒鬼对不对 糟糕了 那懒鬼的妈妈是什么鬼 懒鬼妈妈 哇 真糟糕 那你就害你妈妈被人家说 哎呀你就是那个懒鬼的妈妈这样子 所以不可以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 我们刚刚就是说 讲到的这个 第二十三篇呢 孝子口里有效的 二十三之七 修道士行大孝 一报恩二了院 度迷子建功端 一指成玄祖瞻 那当然这样子 一指成玄祖瞻 还可以再提一个 让大家很耳熟 很想的 就是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呢 他虽然贵为一国的王子 可是他为了要修行 他就去释迦古洞修行 到最后他真的成佛了之后呢 他堂堂的一个佛 当他父亲 当他父亲归空的时候 灭盘的时候 他还是回来 怎么样 替他的父亲抬官 为什么 为什么他已经贵为一个佛了 为什么他还要回来 替他父亲抬官呢 因为他跟世人说了 他说 一日为父啊 终生都是父啊 尽管他现在已经是佛了 但是他还是他的父亲 所以呢 在释迦摩尼佛 我又看到当时的 有一些很不孝顺父母亲的人 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告诉世人说 我都已经是一个佛了 但是我仍然要孝顺我的父母亲 所以 他就告诉这个世上的佛说 尽管是一个佛 还是要孝顺父母亲 更何况是一介的凡夫淑子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归为一个佛 他能够把佛的这样的荣耀 也归咎在谁的身上 父母亲身上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我们呢 要效法释迦摩尼佛 希望有一天 我们也能够将这样的荣耀 放在我们的父母亲的身上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第十二十三篇的 孝子口里有孝语的二十三支八 一样哦 他老师来念一次 各位同学来跟着老师来念一次 逢人劝孝福慧天 孝思孝行感动天 以孝传世国泰民安 好再一次哦 二十三支八的 逢人劝孝福慧天 孝思孝行感动天 以孝传世国泰民安 好再告诉我们说 真正一个孝子 他看到每一个人 他都会告诉他说 孝顺很重要哦 你要孝顺父母亲哦 因为孝顺父母亲怎么样 会有长智慧哦 而且呢 福气会增添哦 所以一定要孝顺父母亲 对不对 那一个人都是真的是 很孝顺父母亲 时时刻都把孝顺父母亲 放在心上 那他的所作所为 一定也能够感动上天 尽管这个人 他的命运有点坎坷 但是上天呢 一定到最后也会把 幸福跟祝福 送给这个孝顺的人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不要小看你一点点的孝顺的心 好吗 好我们来看哦 孝顺的心呢 若是你真的是一个孝顺的人 这个上天也会帮助你 就像这个汉文帝一样 汉文帝他非常孝顺哦 当他母亲这个 这个宝太后呢 生病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每天哦 怎么样都不会离开这个 宝母后的这个房间 都亲自呢怎么样 替这个宝母后尝过这个药 哎 烫啊 冷啊 冷热啊 尝好之后 然后才送给亲自哦 亲自喂给他母亲来吃 所以你看这么一个贵为一个 一国的皇上 他都还可以这样子孝顺他的母亲 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效法他的 而且他国家自己的非常好 也就因为他这样的孝顺 感动了上天 好 各位同学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第23篇的孝子 口里有笑语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